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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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保 带保 站住 站住 带保 带保 让一下 让一下 不要 你下骨 你下骨 我一要拿过来 谁来 来了 护士 拿开人的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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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你不求求他 你不求求他 护士 护士 你们两个衣服 他快削了 你不求得了 你收到忙 我们给张晏苑 送上厨的 没事 别人家 我医生快过来一下 怎么了 护士 你教教他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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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珍 撑住啊 小珍没事吧 快 来 别愣去干什么家 快点 江湖 快 快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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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走 走 小姐 你要干吗呀 小姐 好 走 到了 小姐 这部队部长院 在这儿能行吗 再不及她就没命了 好 小姐 你坚持住我 小姐 坚持住 坚持住 小姐 有力 有力 小姑息 有力 有力 小姐 有力 再来 再来 有力啊 不行 不行 坚持住 坚持住 来 我喊一二三 一二三 一用力 再来 再来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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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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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他没事了 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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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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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军 双军 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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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来 来 在你死死之间看来 说着已经心不安逸了 说什么死不死的 你我在我不会让你死 我会让你 让你的孩子都活下去 下去 下去 坚持住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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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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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刃子殿 消骨鞋 用力 消骨鞋 快点 快点 刃子殿 刃子殿 用力 快点 救命 快点 好了 不過了 走了 終於來了 數一二三 幼兒園 一 二 三 生路啊 生路 是個男孩 雙君 是個男孩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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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君 雙君 你也別傷心 大夫 你看 就是她們 先 active血 產婦事件過多 需要馬上出血 不是 臭我的 我是她親哥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醒了 刚才你失血过多 昏武去了 是长发给你输的血 小姐 我又欠你一条命 首句 是我欠你的 这是你 你受苦了 你为我付出了太多 太多了 为了小姐 我做什么都是愿意的 你为我做这些 我心里难受 我不能再让你这么造点自己了 什么不好 是我的错 我 我没有保护好你 答应我 我怎么在做这种傻事了 答应我 好 好 说句 我带着你和孩子 离开陈德堂 我们重新一起生活 我 我不会要这个孩子的 你怎么能不要他的 你怎么能不要他呢 他是你的孩子 你把他放出去 你随便送给谁都行 我想看 送去 你是他的妈妈 他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你看看他 你看看 你要看 我才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一想到在身上流着陈德堂的血 我就可以 双军 孩子是无辜的 你看看他 他的眉毛 眼睛 鼻子 长得多笑你啊 啊 看看 你摸摸他 你摸摸他 我看着他 就想到我的和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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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拼你多好的名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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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他重生吧 重生 重生 有名字 希望你们娘俩 能像凤凰涅槃一样 重生一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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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重生 下宣的和平不在身边 就是重生给你做干儿子 给你金像 雄局 你醒了 渔珠小姐 现在外边凍除在抢东西 我抢了两盒奶粉 还有集合罐头 说句 现在孩子生下来了 陈德道肯定不会 善罢甘休的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不会回去的 孩子也不能给他 要不 要不 去我那儿吧 不行 真的倒很容易 找到你那儿的 那我带孩子回午安 现在都是往内路逃的难民 先不说安不安全 你这刚生产完 身子也吃不消啊 咱们得想办法 搬到足界去 我想建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 什么地方 我有一个同事 上个月 他带着一家老小 回四川 逼战乱圈了 然后 他让我帮他 搭理他的房子 就在公公租街的 南洋公寓 我们可以暂时先出到那儿 行吗 行 让让让让让让 让让 快 快点帮忙 让让让让让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找谁啊 你们是什么人 这全是伤人 给我出去 你们是什么人 这全是伤人 给我出去 见过这个女人吗 这不是刚生我 小孩的女人吗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儿 女人 孩子在哪儿 干什么你们 没的事 他们都出院了 小姐 都是我不好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恒轩少爷 好好的 怎么又说起这个来了 我没有完成 恒轩少爷的嘱托 我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操受了这么大的罪 都过去了 再说这些事和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自责 我的使命 就是要保护小姐 你错了 你的使命 不是要保护任何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独立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你和我一样 都是平等的人 我们不是两个人 我们不是两个人 我们是一个人 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一半 如果少了小姐 我就觉得我跟死了一半一样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双军 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我永远也忘不掉 我们下家虽然救过你 但不代表你要用一辈子来偿还 你要记住 无论是什么样出身的人 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走的路 要勇敢地活下去 不要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 小姐 你好像 好像变了 变了 变成什么了 很像她 不早了 睡吧 小姐 小姐对不起 我不应该提起她的 没事的 都过去了 你想她吗 你想她吗 她已经藏在我心里了 我回来了 南京那边怎么样 日本人在南京杀红了眼 唐生智已经撤退了 南京要完了 撤退了 不是说好了要和南京成共存王吗 共存王 你知道在开撤退会议的时候 唐生智的师长孙岩良在干什么吗 他在夫子庙侠继 那那现在怎么办呀 是要撤退到武汉去吗 武汉也保不住 组织部让我去重庆 现在就出发 现在就出发 这么急吗 林主席和中央党部 已经在重庆开始办公了 陈部长让我先与大部队之前出发 是为了掩正耳目 我要为组织部转一笔机密档案 这 这种苦差是怎么落你头上了呢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转移 那不是找死吗 你听我说啊 日本人在浦东成立了大道政府 陈德道现在在大道政府的警察局 谋了一个副局长的位置 他现在的主要工作 就是抓像你这样的人 孙广 你听我说 你和陈部长去商量商量 这事能不能换别人去做呀 陈碧 这件事成败与否 关乎前途 就算是鬼门关 我也要去闯一闯 行 那我和你一起去 不 不 你留下 跟大部队一起撤离 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我不放心 要你跟我一起去冒这个险 现在说这些干嘛呀 咱们早就空进退了 行了行了 不废话了 我赶紧收拾东西 你赶紧给华罗饭店订个房 咱们走之前 是不能再回这个家了 站住 别走 自己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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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什么局长 我儿子找到了吗 还没有 不过请您放心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就算把上海风格顶朝天 也得帮您把儿子找出来 你怎么跟你说 我现在是什么 你怎么说 我现在却在最后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他还可以 还有什么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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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买最划算 日本人来了 难道中国人就不活了 我保卫领袖这么多年 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还是陈副局长显得长远 我这就去办 等等 人都抓了吗 抓了 领袖什么 陈特委员 不 陈副局长 我是真不知道 顾小姐到底在哪儿啊 我就是听说过 她好像是生过一个儿子 但是她到底去哪儿了 我是真不知道啊 我 对了 局长 我前一阵儿 听电讯室的小假说 顾小姐 可能已经不在上海了 我 我也不知道 我是瞎猜的 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 大家都往内地跑 用刑 别别别 陈副局长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交代 说 组织部的宋次长 好像带着什么重要文件 准备逃到重庆去 你怎么知道的 我 我哥是给宋次长开车的 是 派人到各个码头 绝不能让她跑啊 是 正经 好了 我去吧 这位 你 我去 正经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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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能走了吗 找什么急啊 这里边装的什么 都是些破衣烂衫的 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 都是些书里 打开来看看 好 好 - 你有票嗎?去重慶,去廣州,去香港都可以有票嗎? 我沒有,我沒有票。真的,真的,不好意思。 買不到票啊,真是的。 范太太。唐發,回來了。 范先生,你們這是要搬家啊? 我們要到重慶去,上海沒法呆啊。 我覺得只要日本人不進租界裡邊,租界裡應該還是很安全的吧。 范發,太天真了。 現在還有日本人不敢幹的事嗎? 他們現在這麼猖狂,進租界呀,是早晚的事。 現在不走呀,到時候想走都來不及了。 范發叔叔。 范發呀,我們馬上要走了。 我們的鍋碗瓢盤,你看用得著的,你儘管用。 好吧。 謝謝。 我來幫您領一下。 謝謝,謝謝范發。 范發,要是有路子,也趕緊走。 好,這裡關你去。 好。 你入獄以後,我們曾設法與當局交涉。 看於他們把你當成政治犯。 畢竟你只是家屬,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 可是他們拒絕了。 玉叔,這些年,你受苦了。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不後悔。 組織上這次派過來,是希望能夠帶你離開上海。 離開上海? 你和致遠的兒子何平,現在就在新四軍第二支隊的所在地,蘇南根據地。 組織上希望你們母子團聚。 何平。 和平他還好嗎? 這些年,和平一直生活在延安。 保護醫院的同事對他照顧得非常好。 你出了以後,組織上就想安排你們母子相見。 所以蘇南根據這一建立,就把和平帶到那兒去了。 和平。 他都五歲了。 除了五歲兒。 對對,,不是兩個人。 我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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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你了嗎? 我愛了他。 你愛了! 你愛了嗎? 我愛了嗎? 你愛了嗎? 我愛了嗎? 我愛死的。 你愛了嗎? 你愛了嗎? 但是我们宗小一起长大 感情很深 如果我走了 把他们留在上海 我不放心 是顾双菊和她的哥哥 好 我知道了 但这件事我要请示一下 你等我消息吧 好 双菊 宇卓小姐 你去哪儿啊 哥 你收拾这些东西 我们明天去重庆 你搞到传票了 我在黑市找了一个人 他可以先把我们送到诈谱 然后走水路去重庆 时间紧 明天一早就走 小姐呢 我进来就没看见她 她这两天 老实说是不错 就往外跑 我还以为你们一块儿出去了 我想 让你们跟我一起去苏南 小姐 现在大家都在往重庆撤 重庆才是大后方 苏南那个地方 又偏又穷你会受不了的 可是和平在哪儿啊 我必须去 那我和长发在这儿等你 等你把和平接过来 我们一起去重庆 我不想去重庆 我想去那儿看看 那是志远深呼口的地方 那儿有她的影子 可你是一个富家小姐呀 你怎么能和那些人 混在一起呢 志远老师的确是一个 值得让人爱的男人 但是你这样跟着他们 是会受罪的 他们也许是穷 可他们精神富足 志远他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打破阶级 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平等的生活 这是不可能的 我太了解他们了 因为我的父母就是那样的人 我一辈子都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你现在已经划清界限了 可你幸福了吗 心安了吗 你看陈碧姐和宋光大哥 每天为了权力勾心斗角 陈德道呢 搞政治谋私利 极尽所能无恶不作 这些都是所谓的达官贵人吗 可他们值得你尊重吗 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爽趣 我只是去看看孩子 看看志愿 曾经给我们有慧过的生活 咱们还可以通心啊 啊 我只是不想和小姐分开 我怕小姐到了那边会受苦 我怕小姐到了那边会受苦 什么好 小心车啊 来 听口小姐吧 来 这个给我 小姐 你答应我 要是在那边住不惯 就带和平来重庆找我 答应我 好好好 答应你 快上车吧 不哭不哭啊 长帆 这个你们拿着 这个我们不能用 你一个人要去那么艰苦的地方 还要带着和平生活 我们不能用 重庆用钱的地方多 你拿着 以防万一 迷主小姐 如果你愿意 回头 回头你带着和平 您 到重庆来 我可以照顾你们一辈子 长发 你是双菊的哥哥 也就是我的哥哥 快走吧 别误了船 不哭了啊 不哭了啊 坐好 我们走了 走吧 小姐 我在重庆等你 我去 把自己分给走 我也以为说 你不要 找到了 你 lingu是否 快 快些 快点 快跟上啊 快快点 到了 有这么多人啊 都是往重庆去的 今天还算少的了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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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验 你慢点 慢点 小心 谢谢啊 慢点 慢点 谢谢啊 快 开船 开船了 开船 快开船了 开船 开船了 开船了 我行列 我行列 行列 开船了 兄弟 快 车 不要走 别开船 别船 别船 快 哥 你把手给我 你快过来 给我不要洗礼啊 手军 你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手军 你照顾好自己啊 手军 昨日日集七十二架轰炸武昌汉口 头弹三百五十枚 死伤民众七百余人 与苏方订购的战机计划你好了吗 你好了 订货价约一点二五亿元 轻轰炸机一百二十架 重轰炸机十架 驱逐机二百二十架 教练机一百架 海北分发动机 小高射炮等 报给委员长了吗 已经由前主任转成了 好 你先下去吧 是 怎么回事 坐坐坐 都是自己人 不必拘束 坐 坐吧 坐吧 听下属说 您今儿早上才到重庆 连安排的住所都没有去看一下 就马不停蹄地来工作了 前方战士一刻不停 不敢懈怠啊 自从汪先生 容身副总裁和参议会议长 我们肩上的任务就更重了 你肖委员不也一样 自从担任了全国慰劳总会的常务委员 也是没家没业地干 我看 到时候委屈我们的宋次长了 汪先生从归高位 是党兴名义 能为汪先生的大业略剑我们的棉薄之力 是我们的荣幸啊 好 你们能有这份心 也算不枉汪先生对你们的一片期望了 实话告诉你们 我今天侍奉汪先生之命 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们二人 上次从上海带着秘密文件 欣赏重庆 公布可没 汪先生已经提议 增补你宋光为下一届 中常委候补委员 名单下个月就会公布 我先私下跟你们通个气 我们一定不顾福王先生厚望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啊 好 你去这儿 对啊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恭喜老师 招生贵职啊 招生贵职啊 两个人 真是般配 郎才女帽啊 恭喜宋次长和肖委员 叫什么宋次长 开口了 现在要开口了 叫宋常委 你瞧我之嘴 口无 口无 我 我自罚 我自罚 好 好酒量啊 卢市长 听说你刚从湖北前线回来 这武汉可还守得住啊 别提了 这个十八市市长李方琛 气质潜逃 负持口决堤 这长江的大门 就算被日本人撞开了 哭了咱们 守了半个月的弟兄们了 好了 好了 今天是宋常委的大行 咱们不提战事 就就就 不谈这些 不谈这些 恭喜二位 恭喜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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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